随着科技的进步逐渐打破了虚实的界线 全球的头戴装置预估今年的销售量除了达到了920万 在今年的话预估更是可以突破1270万台 去年苹果推出的Vision Pro更是把头戴装置推升到了新的境界 而其实台湾在混合实境的技术上面 效能甚至优于市场的4到5倍 更是让国际大厂都看不见车尾灯 出发开始 头戴装置手指在空气中比划 好那我们现在看这边 映入眼帘是一片浩瀚星空 你从天窗外面不同的角度看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演 一抬头就像置身驾驶舱内 然后你现在把星球丢出去 伸出手碰触飘在半空的陨石 手一捏再放开陨石被我丢了出去 眼前画面和所处环境互相结合 让人分不清到底是现实还是虚构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去打开你对未来的想象力 先来比较AR VR MR有何不同 扩增实境是把虚拟物件增添在真实环境中 宝可梦游戏就是AR应用 VR是虚拟实境 使用者戴上眼镜完全抽离实体环境 进到虚拟空间中 MR是混合实境 真实环境和虚拟世界混合 透过头戴式装置 用手和虚拟物件互动 真实的环境这边是一个厨房 戴上虚拟眼镜之后 我把对外太空的想象搬到这个厨房 甚至可以跟星球互动 这就是MR混合实境的功能 画面的临场感还有真实性 需要靠技术的突破 才能让人有深入其境的感受 MR技术以电脑视觉图形处理 云端运算为基础 加上体感侦测及3D建模 许时整合的感受更强烈 我们的运算能力其实优于现在市场上 大概有四五倍以上的效能 有这样的运算能力才能够把IP的内容 或者是它的呈现方式 完整的呈现给体验者 过去曾有迪士尼好莱坞的动画特效经验 炎武雄回国打造自己的台湾团队 目标是打造准确空间定位 更好的影像品质 运算效能顺畅的MR软体技术 你可以想象我们在做MR的体验的时候 如果今天它的空间定位不稳定 其实你可能会造成你的晕眩 或者是你会很容易虚实 你很明显就看出它的差异性 对那所以首要一定是要让它定位非常的稳定 非常精准 那你才能够投入在这个内容里面 2022年全球VR头戴式装置出货量850万台 比2021年的1090万台低了22% 2023数字估计回升到920万台 苹果在此时推出头戴装置Vision Pro 打响空间运算第一强 之前其实像微软或是AppCenture相对提出 那我觉得大家就在市面上不断去找出自己的定位 因为Apple它毕竟可以去结合它的自己的生态系 而且Apple它其实在视觉上 其实就处理的比较更贴近生活化 苹果推Vision Pro 有望刺激头戴产品市场需求 2024年出货量估计达1270万台 年增38.7% 预估2026年将突破2000万台 硬体百家争命 台湾业者只有软体优势 未来还能应用在不同场域 第一个当然就是教育 它可以让教育变得更灵活 而且变得很有趣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娱乐 最重要的是我们认为生活 我们其实未来想要做的是虚拟陪伴 对 我们想要透过MR的技术 加上AI的导入 那让虚拟的人物会变得有生命力 无论是在教育工业 或者是医疗体系 医疗大毕竟的门槛 所以它的技术需要缜密的去做开发 包括游戏开发商 动漫集团 娱乐媒体巨头都将携手合作 MR技术也将掀起教育革命 过去都是从2D开始 也就是说从服装把它平面化以后 再做成立体化 MR它可以增加你在学习上面的一种新的视野 包括这个数位工具可以让你看到 你过去看不到的细节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在于说 很多成本会减少 因为你过去可能要做好一件衣服 你要打十次样 可是现在你可以透过MR的这个技术的话 你可以在数位的视觉化当中去做修正 当主流科技业者都抢着在虚拟世界 占地为王等于宣告MR时代的到来 让想象被看见将在你我生活中真实上演 TVB的新闻陈欧翔 往后于台北采访报导 所以智慧时代的来临 AR AI可以做非常多事情 除了帮忙想文案 现在还有全自动化的AI窗帘 只要透过APP就能够远端遥控 当然对儿童跟长辈也更加的安全 而且还能够定期的来做开关 更厉害的是呢 AI的这个窗帘还能兼顾环境永续 把太阳能板安装在上面 就能直接运用再神能源 对它在执行 窗帘伸脏不用清理轻微 若只有这样还不够看 自动窗帘可以透过APP远端操控 几点开几点关 自动化审去了不少人力 像我手机拿在手上 只要按下一个按键 不管在家里的任何角落 都可以控制窗帘是要打开或是关起来 这也成为智慧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自动窗帘需要电力 使用电池会污染环境 业者用充电棒减少废弃物产生 一般很多市售的 它其实不是用锂电充电 它都是装电子 干电子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一年又以我们一般家庭来使用 它一年可能要丢掉超过300颗的干电子 那其实对环境其实也是个负担 窗帘也可以很永续 把太阳能板装在上面 面上户外 电动窗帘就能直接吃再生能源电力 它可以边使用边充电 因为它是太阳能 然后又搭配锂电子 所以其实它的续航力非常久 对 而且我们在操作 它可能 你可能在操作起来 可能连一年都不需要去充电 其实在台湾来讲 电动窗帘是越来越普及的东西 那它为什么普及其实像家里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或者是儿童 因为其实它电动窗帘它是没有任何拉伸 而且它操作简易 其实对儿童安全 跟行动不便的操作其实是简易的 智慧化时代 基本上就是电脑动得比人脑快 除了生活 科技还能解决工作痛点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的新品 打开直播介绍穿搭 创业两年的张愚珍 原本从事业务 电商 相关工作 大家在职场上面啊 就是都很认真工作 但是可能没有这么多心思去想穿搭 过去是上班族 开服饰店的起心动念 是想教更多的OL 如何穿得有风格 有品味 扮上不同的服装 经营服饰店 除了选货 进货 还要拍摄行路 开直播互动 构思行销文案 所有事几乎一手包办 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 生成是AI的出现 减轻它三分之一工作量 将店家的商品截图 然后把图片丢进去之后 AI就会依照这张图片的颜色 衣服跟材质来做分析 一张图贴上Chat GPT AI助理马上分析图片里衣服的质料 颜色 款式 再根据特色帮这套衣服命名 那品牌的在行销部分的话 可以透过中文的指令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展示的 提供它图片之后 让AI来帮助行销人员来命名 或是产生社群文案 那这个社群文案的话 它格式可能可以设定成是一致的 所以当你的品牌在社群上的内容 像是文章 然后脸书 IG等不同的图文都需要文案的时候 其实就用GAI助理就可以去做到 消费者网购服饰 通常以图片为导向 但品项的文字名称 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能凸显产品意境 别以为帮衣服命名不花时间 一件衣服想一个名字 一百件就要想一百个想破头 名字也不能说你自己想 怎样取就怎样取 有时候你可能还会去想说 可能消费者他在 就是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可能会怎么搜寻这个关键字 假如说像以前我可能取一个名字 可能也五到十分钟不等 你可能还要想 你可能还要去看一下别人怎么取 自从我刚刚讲的那个方式之后 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 于是原本耗脑又耗时的工作 就能拿来处理更有效益的事 你会多一些时间 可以AY去拍一些素材或是做像 其实也是透过AI 可以去做一些短音的企划 多算时间我可以去做一些短音 科技反映人们当前需求 智慧生活智慧工作 使未来趋势也是现在进行事 TVBS新闻 请用想往回台北采访报道 而讲到新的趋势 我们也来看到的是 宜兰三星乡的银柳 有银两的寓意 所以是过年必备的花卉之一 不过近年来受到了人口外移 老化的影响 产量大幅的减少 为了开拓更多的市场 除了提高品种品质 也跟宜兰大学合作 研发上是面膜保养品 来提高经济价值 从高空幅看 农地点缀上红色红点 树枝结着浑原饱满的花苞 过年前正值银柳的收成季节 花农们忙着采收 过年才会有收成 它一年种植只有一次而已 它有一个含义就是银两 所以过年现在每个人 家家户户户都会采银柳这个东西 台湾银柳主要的产地 就在三星乡 可以看到现在正值收成的季节 而收成跟加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 不过近年来 因为收到人口外移 还有人口老化的影响 而导致整个银柳产量是大幅减少 过去全盛时期 三星乡的银柳种植面积 可以达到130公顷 不过在人力不足 气候影响之下 现在已经剩下不到30公顷 采收下来的银柳 还要经过修剪 裁切长度 最费工的还要把叶子摘除 还要分级包装出货 这些都需要人力来处理 银柳不止外销 更是春节的重要花卉 过年前常常需要招募大量的员工 门手不够 产量也很少 年轻人也不做 这个太辛苦了 过年后就要开始种了 种到过年前 要一年的时间 重点就是这个太累了 所以年轻人其实也都坐不住 坐不住 就相对的我们也都请不到人 年纪大的 他也没办法做了 因为这也都是需要班 就是也是算很 就是多的话也是都会很重 那加上就是说 如果说要做整理的话 他们就是要都要 有点像 有点像蹲着这样子 他们也是都是腰力 也都是没办法这样 种植银柳23年的花农 感叹农村人口外移 劳力短缺的困境 再加上中国大陆也投入银柳的栽种 用低廉的价格抢占市场 让台湾三星的银柳面临危机 我们目前的部分就是 品质为优势 价格我们可能 没办法比得过人家 人家可能面积比较广泛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 用低价倾销的方式 来达到你没有市场 但是这几年当中 我们有把品质做上来了 然后改良厂也开发了新的品种 那他的花瓣花苞 比以前上海种的 那种更饱满 更亮色 台湾银柳有将近80%到90% 都是外销 不只要替三星银柳注入年轻心血 更要开辟出新的行销跟商品 来提高竞争力 那这个就是外销品 外销一般都是使用分岔的 像这样打开来的 大部分分岔都被我们出口去了 换外币回来补台湾了 打出银柳的高品质 打开外销出路 在国内银柳的应用也要有新的策略 开发出一系列的文创商品 更招来宜兰大学合作 研发出更高价值的保养品 将银柳的树枝 花苞剪裁后放入凉杯 再倒入溶剂 接着用超音波萃取取出美容成分 国外的文献有一些成分 我们就去查了一下 这些成分有机会可以往生技医药这边来走 可能有一些美白的功能 有一些抗氧化的功能 还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抗菌的功能 或是抗发炎功能 那后来我们做出来确实也如此 我们就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成分 比如说山奈芬 宜兰大学研究团队花了三年时间 找出银柳的美容成分 尤其能让原本要丢弃的叶子 有了价值达到循环经济的效果 山奈芬我们大概做出来有1.52个ppm 就是在叶子里面找到 其他里面反而比较少 所以反之反而我们做出来了 这个是叶子磨碗的粉末 然后大概反而美白的效果 在这个部分比较好 那反之叶子本来它可能是负植材 但可能有机会 它可以用在这个保养品上面 对那我们就是用花包啊树枝啊树叶的部分 来去做这些生育化粧品的开发 农村的人口老化已经不可逆 用创新的技术让农产花卉提高经济价值 走出新的农业契机 才能让山星引流的故乡再度擦亮招牌 TV越新闻于心海刘一军宜兰采访过的 而台湾去年的出口额创下了史上第三高 看似亮眼的成绩背后却藏着隐忧吗 因为去年台湾出口金额虽然高达了4324.8亿 但是年减幅度也高达了9.8% 尤其对中国大陆出口衰退达到了18.1% 不过对美国出口持续创新高 年增幅度倒是有50% 在新南向更是一口气超过了5成之多 加入果浆冰块掌握每一分比例 台湾的食品厂将原物料供应到世界各地 也担任业者在口味上的专业顾问 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国家投入饮料点心市场 相比东南亚地区在饮料市场 叫走起步进入白热化 但欧美地区正处于开发的成长期 那我举例像美国就是我们这样看 是逐年成长的 因为它的跨入这个产业的人是非常多 成长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保守奖 保守奖大概是10到15%的一个成长 我们今年当然我们目标是以20%的一个成长幅度去做 根据财政部2023年台湾进出口贸易的数据来看 显示台湾在2023年出口的数字是史上第三高 但如果和在前一年也就是2022年相比 却是衰退9.8% 2023年全年出口成绩为4324.8亿美元 仅次于2022以及2021这两年 毕竟疫情期间居家上班的人数多 推升全球对自通讯及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增 让台湾的出口水涨船高 2024年相较于去年 整个国际贸易的成长会大幅的 会非常显著 那所以说这个对像台湾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体 是非常有利的 从去年年底延续到今年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AI的一个应用 而且这个需求非常强劲 那此外相关的这种库存的计划 其实在去年 大概就是已经有比较完整的这种结果 那所以说今年开始 因为这个库存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所以说今年大概就是整个拉台力道是强劲的 而且会特别是在上半年 在贸易比重上对美国出口持续创新高 2023年12月达到84.9亿美元 年增49.7% 对新南向则超过五成 但面对中国大陆却下滑至35.2% 台湾的这个自贸协定覆盖率不足 所以其实有很多传产 他进行风险布局 分散布局 那可能到东南亚或是南亚 所以说他在那边生产的 就不算在台湾的出口的一个部分 东美贸易战之后 其实有台商回流 还有加上我们本地的厂商 不断的在扩厂 所以我们的生产的能量本来就增加了 所以照理说出口是应该要不断的提升 但是我们在2023年跟2022比 还是有显著的下降 那这个当然是受到这个全球景气的影响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认为 2022年8月以前 台湾出口平均每月有400亿美元 属于高光时刻 但面临美国高通膨经济挑战的 要回到400亿美元确实困难 那如果说我们今年全球的经济展望 还是比较低迷 我们出口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回到 每个月都是400亿以上 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制造 制造业的这些厂商来讲 还是蛮沉重的负担 而根据主计总出预估 2024年第一季出口金额 大约是1061亿美元 虽然比2023年首季还要好 但相较2022年的1209亿美元 仍然有一成跌幅 还需要再努力 TV北新闻 玲珑士先单词台报道 好不过讲到减少的一个现象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走在街上中药行 似乎也不断的在减少 根据统计呢 全盛时期 全台湾中药行有15000多家 但现在只剩下7000多家 所以想要杀出一条血路 中药行也得转型重生再出发 像是年轻第二代 他们就改走新形态的复合式经营 昨天天内明亮灯光 乍上一排排崭新商品 有饮品食补茶包 看起来就像是一家 走时尚路线的复合型商店 后面上成立了很多茶包 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茶饮品店 但是我们往这边看 上面呢 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中药行 透过多元复合的经营 达到转型的目的 各式各样的花茶茶包 有不同方向用法 实体店面直接摆设 店内装潢新颖 灯光明亮 不少员工正忙里忙外 这家桃园连锁中药行 由第二代简先生接班 有关于传统中药行 面临生存挑战危机 简先生融合了食谱保健概念 搭配现代化的行销手法 将家传中药行转型成功 这样的改变 我觉得是一个突破 突破不是说你去换一个包装 你要去突破这个思维 你要去跟上一代 你要去沟通 你要让他知道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变 那我们当初我就其实 我给他看了很多不同的 产业的一些转型的 一些好的案例 田先生老店重申转型 将中药行打造食谱保健 搭配礼盒行销包装 电商行销因应 但毕竟仍有传统中药行 面临极大挑战 目前全台湾约有7000多家中药行 数量只有全盛时期 15000多家的一半 而且平均每年6700家在收店 从以前早期 可能舅舅破破 甚至很多装潢 都不敢去更新 但我们一直在不断更新 我们自己的硬体设备 对 包含我们会放一些 像小冰柜啊 这种东西 然后让我们进来的消费者 他可以看到 我们的第一个主要的商品 我们要把我们的商品 去做得更好 更完善一点 那新鲜度也是要足够 尤其是1993年 钥匙法修法 限制以当年2月5号之前的 合法中药行业者 才可以继续经营 中药商2018年群起抗议 原因在于25年来 没合法一张新执照 虽然2019年 卫福部公告 从事中药行输入输出 批发零售业务 两年以上的业者 休息中药课程 达162小时 可以经营中药贩售业务 至今核准了 3700多人的症状 但是传统中药行 还是接连倒闭 发造情况不如预期 中药市中药市这一块 在药市的这一块 能够把中医的药方更熟一点 跟中医的处方先放弃更熟 那目前这个领域是 应该 应该是一致是 对手 护理药师跟辅助的 一般 我是在 不管是从政府家 或者是说在学界端 其实都没有学生的人才 中药行未来 以及少丑化冲击 中国医药大学的 中国药学技中药资源学系 日前一度传出停招 但校方出面澄清 没有招生问题 而且停招跟事实不符 每年都会针对细手讨论 有必要就会调整 澄清停招传言 整个台湾在中药的 中药行这个产业的发展 确实随着时代的不断的演变 而让它的 整个产业的这个样貌 有别于以往 整个中药行的一个发展上面 可能也要做一些转型 才能够办法去因应 现在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 那这里面的转型 其实我们是建议说 整个中药行事实上来讲 可以把它 除了中药行的这个 传统的这个业务以外 可以事实上也可以把它 是不是转型成一些 伴手里的这样一个行号 那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让观光客有一些选择 我们现在在分析 谋鼠的上级的一个 sample 系组出路变化多元 加上少子化冲击 中药行出路面临挑战 业者转型求生 多方手法盼望拼出中药行 崭新面貌 TB的新闻 另外在过年期间吃太多 担心这个会不会健康 亮起红灯呢 当然运动很重要 而且透过跟科技的结合 还能够更有效率 而且更有趣 像是AI的宇愁场馆 能够精准测量 沙愁的速度 还有呢 VR的自行车 除了记录速度 心跳跟卡路里之外 还能远端跟朋友连线 不用出门 就能一起骑车运动 虽然我现在人在室内 不过透过VR的镜头 就可以发现到 他带着我 直接在台北市的市区里头骑乘 不含我整个骑乘的速度 心跳以及卡路里 都会被一并记录 就算刮风下雨 也不影响运动规划 不同场景任你选择 一目拟真程度神还原 还能挑战不同难度 我们是还原真实的路线 所以你在骑的当中 你就会觉得你是在外面骑脚踏车 就波度会真实的反映出来 系统设定上坡路段 真的会让你骑起来变吃力 爬坡照样体验 甚至还能远端跟朋友一起骑 跳脱空间限制 2017世大运之后 就启动了一个精准运科的案子 那刚开始前四年 其实是在针对竞技运动 我们面向的是全民运动 也刚好因为疫情 让这些线上线下的活动 连接的更日常更客制化 因为民众没有办法到运动中心 或运动场馆运动 这些产品跟技术 就协助他们在家 或者是小团体的运动 虚拟自行车路线 就是台师大和国科会 共同合作的 从技术式场面出发 结合学界的研发能力 带领运动科技 更上一层楼 与球场上全神贯注 虽然是业余当运动 但技巧提升也很重要 这时介入科技辅助 帅气杀球 球速马上显示在荧幕上 下场后想分析练习表现 所有画面早已记录下来 包含集球数连集数 全都一目了然 直棒大联盟 球速出去就是个表配 看起来就比较嗨 他杀不同手法 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个数据 知道说 这个手法的确会比较快 所以对于这种教学训练 学员有个及时的回馈 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开发 比如说我们的 国中小学的羽球教学 然后可以让老师 透过影像 让学生知道说 自己哪个地方打好 打不好 然后透过视觉化的呈现 让学生学习起来 更有感觉 行政院也看准趋势 驿注运动科技行动计划 预计投入46亿 力促成为台湾下一个新兆源产业 预计到了2026年 产值将达上兆 不仅如此推广国人运动风气 才是更为关键 让我们的游医治团队 他跟那个国际传商的桌种 就有合作 所以就会有一些 这个不管是制度 或者是这个技术上面的合作 对于高龄者来说 如何持续的让身体运动 减化脑化 那变得更健康 那这也是重要的议题 疫情改变生活模式 加速运动商机 智慧场馆 智慧器材 跟着崛起 导入AIVR AR等新科技 政府产学界 看准发展性 创新扩大 运科量能 提本新闻 连志周旭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